第一个当然你要先学会 你一定要会哪一个呢 球鱼数 OK这个球鱼数 所谓的球鱼数就是说 哪个数是除以多少之后的鱼数是多少 所以如果我说今天是I好了 I的值如果这个person放在中间的话 那有person2的话 person2的话呢 如果它是基数的话 它的值它永远不会等于 0 比如说你今天I等于2的话 2除以2的话 它刚好就于0 可是我今天要不等于0才可以 所以这边需要 接下来你还需要知道什么呢 这个运算值之外 还有一个什么关系运算值 我今天不是要等于 我要抓的是不等于 不等于是在哪里呢 请注意看一下 不等于在这里OK 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东西 等于是这样写 不等于是这样写 OK所以如果这些东西都不熟的话 后面就不用讲 后面的话问题就一箩筐了 最基本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1加到99里面我要抓出基数的话 把那两个东西再加上逻辑判断 答案就出来了 那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写法 之前都有写过 其实只要写这一行就可以了 这个是偶数的 原来的写法是我们在这边写一个上把它加总出来 那我只需要在这个上面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它跑一个回圈 回圈里面的话 我当要加的时候我就先做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还记得吧 逻辑什么呢 先判断这个I的词 I怎么样呢 他如果person就是除以多少呢 除以2的余数 假如呢不等于 不等于特别需要 金探号等于0 再一个冒号 OK 这个冒号指的是执行 下一行的话记得就要 又要下一阶 特别需要如果你没有加这个table的符号的话 那也程式不会跑 而且会跑错了 所以特别需要 意思就是说 如果当它不能够整除 2不能整除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基础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了 那从理 如果说你要偶数的话 其实只要把这个怎么样 把它改成等于就可以了 OK 这样不叫OK了吗 好 所以我们来跑一下 基本上呢 当然 1到99 1到99我怕那个结果太大 你没办法 假设老我1到9就好了 1到9 意思就是说你把135、7、9加在一起的话 答案多少 1加3加5加7加9 答案应该是多少 25 有没有 他意思就是到10以前 就是1加3 有没有 算一下 应该是正确的 25 那如果你2468 2468 全部加在一起多少 20嘛 所以其实把这个等于 把不等于改成等于的话 特别之后 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答案就出来了 OK 所以特别之后 我们这一行叙述 说真的没有很多 但是却非常重要 第一个上个礼拜 逻辑判断 第二个呢上个礼拜 讲到的这个 球鱼术 球鱼术 虽然用到的机会感觉不多 可是我印象中很多地方都会用上 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你可能就产生不出我们要的那样的效果 比如说跳几个 可能就用百分比一下就搞定了 那当然在VBA里面它叫MOD MOD 结果是一样的 只是叙述方法不太一样 那另外的话 等于这个地方等于 记得是两个等号 不等于的话是金碳号等于 OK 叙述方法也跟VBA不一样 VBA等于就一个等于 没有两个等于 他VBA不等于的话 是一个小鱼加大鱼 那结果结果一样了 OK 所以如果说你们要改写 在VBA打开也是可以写写看 那除了说在回圈里面 可以加一个逻辑判断之外 还有两个东西还蛮重要的 只是我觉得那两个东西 好像可用可不用 那当然你至少要知道 我在云端上有放 所以仅供参考一下 如果说你要用Continue 特别是用 在奉回圈里面呢也有个Continue 什么叫Continue Continue就是跳过 如果你希望程式到这里跳过的话 那你可以加一个Continue这个叙述 他意思就是说判断视若成立的话就不知情 OK所以这个为Continue就跳过了 OK 意思就是说将等 就是能整除有没有 那就是偶数 偶数就跳过 不过好像这样好像有点多死一绝 所以我说仅供参考 因为方法很多种 但不见得一定会用上 有时候最好用自己习惯的 自己习惯的逻辑 有时候看别人程式 最后我就把它改成自己习惯 因为很多人希望Continue Continue 怎么看又怎么觉得怪 我还是把它改成我自己习惯的逻辑 一看就觉得很顺眼 所以特别最后写程式不是说一定要别人写的才是好的 改成自己的最好 说真的自己看得出符 是最好的写法 因为另外还有break break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break就是说跳离程式 跳离意思 在VBA里面也有break概念 不过它叫exist form exist form就跳到这里 跑到这里为止就跳离了 for回圈呢 比如说应该e跑到多少 e跑到199 可是呢这边我多加了if i大于99 break意思说 我当它已经100了 100 i等于100的时候呢 它已经大于99 break就跳过回圈了 就不要往下了 后面即使还有100 100 那也不要了 break意思是说 不过在VBA里面就是 就是叫exist form 类似的概念 但是说真的这两个 会用到 可是有的时候其实 因为你break的话 大部分都是说你可能 中间有一些突发情况 或者说你可能找 找一个资料 找到了 只有一个 那就不要再往下走了 那你就break掉就好了 不然的话呢 你还傻傻的 继续往下走 那等于在database里面一堆资料 你可能要一直跑 永远跑不完 效率就非常差了 所以break有时候 会增加那个 你的工作效率 所以continue跟break 但这个用的 我是觉得不是那么大 可是当你需要的时候 记得 有这两个东西 你可以拿来用 好 那等一下的话呢 那另外一个方法 step 有没有发现 我们干脆就加一个 斗点恶不就搞定了 所以 有时候人 总是 自以为聪明 其实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 加一个斗点恶不就搞定了 连那个逻辑判断都不用写 所以有时候 说真的 像我自己也是一样 常常写完之后 旁边刚好跟他讨论 对 比如上课的时候 原来写的写法 学生就会说 老师 我觉得后面加一个斗点恶不就好了 我才恍然大悟 因为有时候人在 某一种情境下 会一直想到 我要逻辑判断 要逻辑判断 没想到 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以为很多东西 一定要到很多地方去 才是美好的 原来 身旁就有最美好的 OK 这当然一个比喻而已 所以这里的话 就是要懂得怎么样 把所有该了解 要最了解 不然的话 有时候真的 因为你们大部分发生的问题 都是这种小问题 反而应该去变化 反而变化不出来 待会的话 我们还会需要做一个 更变化的人 所以慢慢你会发现 底下有一题 这个有点难 这个叫什么 九九层发表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需要 for i for j for i for i 就是一层 四回圈 这一层 四回圈里面有一个 内回圈 内回圈 外回圈 内回圈 搭配起来 做出一个九九层发表 那特别是哦 这边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每一个每一个中间这边 我是加了一个tape键 那tape键还记得吧 跳脱支援里面 不是有反斜线梯 有没有 这边一个反斜线梯 那最后这边跑完之后的话 要一个enter enter换行就是反斜线N 所以这些又是前面讲过的 但是又更困难 所以如果你可以自己想出 把刚刚的东西做得出来 那当然你以后写什么 就可以写得出来了 没有问题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地方 请给各位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刚刚可以先试试看 如果你是用那个逻辑判断 再加上这个person 求一数 判断的不等于零 就是不能够被二整除的话 我们才去加 就可以把那个基数的部分给加出来 那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等一下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要把99乘法表 给做出来的话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不过99乘法表 要把它做出来 可能也许两个回圈 但两个回圈对各位来说有点困难 也许你可以想想看 先做一个回圈 也许先纵向的 横向的 再把纵向跟横向拼在一起 也许99乘法表就出来了 这个概念我想你可以先试试看 其实程式 是什么时候学会 就是当你真的自己想出来 才是真的学会 OK 所以这个需要很动脑筋的 另外我建议 即便你上课做出来的结果 回家一定要再试做看看 这还蛮有趣的 如果你不是因为我告诉你答案 你才做得出来 你自己想出来 而且自己很熟练把它打出来的话 这个就是真的扎实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可以试试看 我可以试试看